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二 现在是第七节课 今天我们上课的范围在国语练习部的第25到27页 那请小朋友打开你的国语练习部25到27页 好25到27页 那我们先来看到25页 好25页的第五大题 这边有6个语词 请小朋友去把词语填写到这5题里面 好那这个部分就请小朋友在这里按一下暂停 好那就请我们看第一题 如果有未经求证的网络谣言不要随处怎么样 好否则可能会触犯法律 这题答案是什么呢 好这是以额传额 因为这是谣言 所以以额传额就是把不适的 好跟非事实的部分一直不停的传来传去 所以这一题是以额传额 好第二大题 第二题 这名销售员很爱说一些什么的大道理 不要轻易相信他 好所以你要看这个哦 不要轻易相信 所以是什么大道理呢 好答案是似是而非 就是好像是对的 但其实不是 所以是似是而非 好第三大第三题 对于近年来气候异常的现象 科学家们怎么样呢 气候异常然后想出一个解决方法 好那答案就是追根究底 就是去寻找他的根源是怎么样 然后想办法去解决 好第四题 那为名人在广告中花大商品功效 让消费者怎么样进而购买 夸大好 来所以让他夸大的这个功效就会让人怎么样呢 就会让消费者信以为真 以为是真的这个药这么的有效 好这个商品这么厉害 好第五题 个性怎么样的哥哥做事总是忘东忘西 让妈妈很烧脑筋 好做事怎么样呢 忘东忘西 忘东忘西跟什么比较 跟这六个语题来的比较 比较合适呢 那答案就是糊里糊涂 好这个答案是这样子 好那秉持着怀疑的精神 秉持是一个动词 所以大家可以想什么呢 比如说抱持着远大的梦想 好不断的去探索 不断的去验证 好探索验证都是动词 所以小朋友可以想想看 你的动词可以使用什么 好 所以小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那当然你也肯定有其他的部分 那小朋友可以把你自己想到的答案写上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七大题 课文阅读测验 好课文阅读测验呢 第一题根据动物学家的报告 遇到熊应该怎样处理才对呢 这个是你们在阅读课文的时候 就会知道了 所以答案是第四个 赶快逃跑 好第二题 早期的科学家对于星空有什么样的错误概念呢 好 小朋友如果有读课文的话就知道了 没错 就是第一个 地球是宇宙中心 好第三题 科学家发现天原地方事实上是什么样的误差造成的呢 好没有错就是因为人类视觉所造成的 所以答案是四一三 好第八题 根据课文重组句子 那这个部分就请小朋友 自己练习写 写完之后再来对答案 好那 这边可以 你可以让 你在这边先做一个暂停 然后把你的 你吸血完毕之后 再来对答案 好所以 这一页的答案 第七大题是四一三 第八大题 请大家自己参看 好 小朋友如果来不及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里按暂停 好那你都完成了之后 再继续往下面的26 27页 好26 27页呢 这是在做一个复习 第六到第十课的复习 所以有一些是之前上过的 部分 六七个是第一 其中平良上过的部分 那八到十是我们这次上的部分 好所以呢 写国字或注音改错 这个部分呢 请小朋友自行完成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改错别字 不会规划嫁入生活 这是哪一个字错呢 没错就是规 这个规是原规的规 规矩的规 然后先完成该做的是 不 绝不拖延 好这个字错了 规划的规错了 然后才沉浸在西游记的世界 沉浸的竟是错字 好所以呢 请小朋友 把这三个字 把写好之后 正确的答案写进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词语解释 好 第一题 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没错 逃就是逃跑 好所以答案是第三个 逃跑不知去向 不急不许 急是快 许是慢 所以不快不慢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 不快不慢的意思 意思就是 它可以有适当的节奏 所以答案是 一 能掌握事情 适当的节奏 好 第三题 经缠脱壳 脱壳就是脱掉了 脱去了外面这个壳 所以呢 它比喻就是用计谋脱身 好 第四题 似是而非 答案是哪一个呢 似是 好像是对 但不是 所以答案是第四个 好 第四大题 这首卡通歌曲是大家怎么样的 耳熟能详跟前所未闻 好 这可以互换吗 不行 耳熟能详就非常熟悉 前所未闻是从来没有听过的 所以这是叉叉 爷爷语重心肠跟言不由衷 好 言不由衷就是不是很真心的 好 所以语重心肠是非常慎重的来讲 这样跟人说话 所以这个也不是无法互换 第三题 它一个人在客厅哼着歌 自得情乐 悠游自然的跳着舞 这个呢 没错 这个是可以互换的 第四题 它很情绪化 把所有的喜悦哀乐 悲欢如何都写在脸上 好 那这个部分就不行 好 第五大题 填入适当的句型 好 这边有三个题目 好 请小朋友来填 应该填入哪一些句型呢 好 第一题 旅游怎么样放松身心 又可以增广见闻好处多多 好 这个是并列句 所以 就是你讲陈地句 所以答案应该是 第一个 可以既能放松身心 更能够增广见闻所以好处多多 好第二题 妹妹怎么到游乐园迫不及待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一到游乐园迫不及待 第三题 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 所要告诉我你的答案 好 所以这边是 答案是这样 好 那照样写短语的部分呢 小朋友就可以在做练习 好 当然你也可以参照这个 影片里的解答 那也可以练习自己写 面对式一个动词 浩瀚的星空 好 所以你可以写 好 或是开心 好 开心的拍手 歌唱 等等 小朋友都可以练习写 好 那第七大题的课文测验呢 就请大家参照课文之后 然后把它写完 好 好 好 这个部分呢 请小朋友可以参照一下 好 二三四题也是 请小朋友读完课文之后 再来练习 好 第八大题的造句 不但还之所以是因为 小朋友也可以先参照一下这个 参照一下这里的答案 那也可以自己再另外写新的句子 好 小朋友如果是自己写的句子的话 老师在改作业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比较多的加分哦 好 好 那今天的 國语练习部25到27页的解答 也在这个影片当中 请小朋友可以把它完成 好 这个是25 好 来 好 这是2627页 那小朋友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可以在这两处地方做暂停 好 让你可以参照着来完成你的作业 那当然是练习写自己的 用自己的话来造句啊 会练自己的部分来写 这样短语是更棒的哦 好 那国字 来错字 来一些课文的阅读测验 请小朋友就不要看课本 练习自己写 好 那老师要交代今天的回家功课咯 好 今天的回家功课就是完成 国语练习部第25到27页 好 完成作业之后请你拍照上传 有学习上的问题 那就可以在我们的班群发问 好 那今天下午的国语课是看影片 如果你们在写的时候还是有问题哦 老师这段时间还是会开同步的meeting 有问题可以尽会一时来问哦 好 以上 那就请小朋友把握你的时间 把握时间 赶快把作业完成 好 记得 今日是 今日币 好 让我们一起把这件小事做到最好 那我们今天的上课就到这里咯 好 明天我们的国语课 我们会用同步视讯的方式 那请小朋友准时进到我们的会议室 好 小朋友拜拜